一场矿坑爆炸造成93次惨剧 但却有人在高温40度的矿坑里 逃过死劫 问他怎么存活下来的 他这么说 在我旁边吧 大概有三公尺吧 我的距离就是挺 哎呀 就一咬啊 咬不动 那个臭啊 那个碗那臭了 相当臭的 我就丢掉了 那个肉 我割着的肉 就割着那个小腿 就割着小腿 就把这个肉拿下来的 臭了 不能吃 不能说我又割了一个 割一个还是一样的 两个都不能吃 后来我就想 我看我下面有一只尸体 我看他弄不弄割 我去打开东西看 他就他一个人 我下去割那一个 这个很妙 一点都没抽 一点抽都没有 我就割下他的小腿来 我就这样一块一块地 吃不下去 而且决定 决定他是人嘛 我能不能吃他的肉 有这个感受 不大想吃的是对 但我有我自己要安慰 我自己说 不吃会食 阿比妹妹说 每个礼拜一跟礼拜四 晚上七点半 台湾大搜索频道 不见不散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